而这个案子可能您也还有印象 这是上个礼拜有一名妇人在警方 被警方抓到在大卖场偷搬电视机 而这名女窃贼在昨天晚上她又进了警局了 原因是这一次她涉嫌在自住洗衣店里面偷皮包 而且还趁着被害人摩托车在骑车的时候 不过就是因为这名妇人连续偷窃 当警方一看到监视器画面 立刻就认出又是她了 上个月底才被警方逮到 公然从迦勒福搬走32寸的电视机 偷东西面不改色的大胆行径 连商家都是靠着调阅监视器画面 才知道犯案的人就是她 但这名王姓妇人相隔一个礼拜又被抓进警察局 这次是因为她到自住洗衣店偷东西 被害人是在旁边休息 趁被害人不注意在休息的时候 抓包包旁边窃取她的皮夹 之后再到外面离开的时候 其中自己机车离开之后 再返回到现场骑程被害人 她那个机车 窃取被害人的机车 监视器画面中只见到王姓妇人 戴着全肇事安全帽到自住洗衣店 不洗衣服反而东张西望 趁着别人不注意不但翻人家的包包 最后干脆把包包整个提走 但就是因为她连续偷窃 警方一看到监视器画面 就把她逮捕归案 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外形 让警方印象深刻 坏事做多了 还是得接受法律制裁 再次准备